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This is Neil,我是Neil Here is Alan,各位好,我是Alan 欢迎收听可能是全宇宙最实用 中游趣,最调皮的早安英文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 其实大家在身边的女孩子的眼睛里面都可以看到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好多女孩子自拍的时候眼睛美美搭 是因为她们带来一种东西 OK,带着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也蛮想带的 就是你戴着眼睛就会显得特别的大 好像是那个瞳孔会显得更大啊 我之前听朋友说好像是那个 她那个眼镜上好像是有一圈是吧 就是你的瞳孔看起来本来就更大一些 是的,而且还五颜六色的 看起来就自拍发布 魅国 魅国 OK,叫做魅国 然后Nio老师下次可以考虑戴一下 这个美瞳叫做什么呢 叫做 Decorative Contact Lens 这个Contact Lens呢 它是那个隐形眼镜的意思 Decorate Decorative 它是装饰性的 所以说美瞳呢 就是使你的瞳孔更加美丽的一个隐形眼镜 对,如果你在翻译的文章周一点 是装饰性的隐形眼镜 OK,突破嘴了吧,你看 OK OK 其实大家不知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美瞳其实是一个医疗器械 OK,医疗器械 我一听医疗器械觉得就是 什么东西,我想想 像什么心脏起搏器 然后什么 反正心脏搭桥 笑什么你 那个是一个手术的方式好不好 注意点 谁买淘宝了 OK,肯定是Doll OK 好,那个我们说医疗器械呢 在英文里面叫medical device OK,medical device 它讲的就是医疗的装置 其实还有一个词啊 叫做apparatus 英词发音叫做apparatus OK,它是讲的 其实也是medical apparatus 它也是医疗器械的意思 但是这两个有区别吗 尼尔老师 我为什么问尼尔老师 因为他以前的专业 就跟这个东西是很相关的 是什么来着 Bio-medical engineering OK,没听懂啊 接着吧,先不讲 老了吧,老了吧 生物医学工程 这是一个改变宇宙的一个专业 对我念了好多年的 跟医疗器械打交道的这个专业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啊 很多人觉得几十块钱 买个美瞳好像很简单是吧 可能跟低眼药水一样 其实好像感觉没什么风险 对吧 好像就是像戴个耳环啊 没什么风险 但其实不然 美瞳其实是一个三类的高风险的一个医疗器械 如果你使用不当呢 很可能会造成你的眼睛的损伤 甚至会失明 OK 三类是谁分的三类啊 三类呢 是这样子 就是根据 其实最早是根据美国FDA分的 FDA啊 其实就是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美国食品以及药物管理委员会 然后到了中国呢 中国就是 怎么 借鉴过来 前面直接偷懒的加了一个C 就成了CFDA 就中国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这个有点像那个NBA和CBA啊 我们知道NBA它的全称是 全称是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就是说国家的篮球协会 然后到了这个中国呢 就直接改成了这个CBA China Basketball Association FDA这个解释的很好啊 不往五分钟前交给你 看来你背的挺好的 好 这个Beep装的好 又要消音了 说到这个分三类 分类呢 在英文里面我们叫它class 就是跟那个班级一样 对对对 它有级别的意思 对有级别 为什么分三类呢 因为你要好管理啊 有些可能没危险 有些特别危险 你对它的这些 准入的这些都不一样 对吧 在FDA里面呢 就分三类 第一类class one 叫General Controls General Controls 它讲的通常来说是那种 好像是危险级别 可能会比较低一些 对不对 我们从第一级开始 那么有哪一些 比如说是医疗器械 同时危险级别又不是特别高的呢 Nio老师可以介绍一下吧 比如说你一些特别简单的 可能你摔伤了 要用一个拐杖 Crutch Crutch 对Crutch 这种是一个 一级的医疗器械 比如说一些脚步啊 Bandage Bandage 就是说如果我受伤了 比如说我打土豆 然后手 手不小心 其实流血了 然后Nio老师 就给我缠一个 激情满满 给我缠了一个Bandage 缠不下去了 实验一点 没关系 好 我们都是演员 Entertainer 对 Entertainer OK 接着讲 然后呢第二级别 就来到第二级别 其实它就多了一个 除了比第一级别多 叫 Special Controls 就是General Controls and Special Controls 对对对 这就是第二级 有哪一些东西是属于第二级别的 就是它除 它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危险 比如它有其他的物质 会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比如说像那个血压剂 Blood Pressure Monitor 这种 Blood Pressure Monitor 或者说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Blood Pressure Meter OK 血压剂 它这个东西的危险 我想想 是不是那个血压剂里面 有那个水盈什么 对对对 或者其他液体 它会泄露出来 可能会对人 有可能泄露出来 有可能 有可能 还有什么 比如说像电动轮椅 这种东西 Electrically Powered Wheelchair 这个就叫电动的轮椅 就是电 给它能量的一个 轮子的椅子 对 你可能电池 或者里面那些电动的部件 可能会失灵 或者干嘛 然后会对人造成一定的 这个损害 还有比如可能 你都不知道 其实它都属于二类 比如说这个 Hearing Aids 助听器 它其实也是属于第二类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个第一类 好像都是在这个体外 而且跟你的这个身体接触 不是特别紧密 对吧 第二类就是 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身体 有可能 更有可能造成一些伤害 当你学问不当的时候 是的 就是对你的身体的 潜在的危害 哎呀 艾伦老师 理解能力一流 接着往前面 太好了 你快点去申请一个硕士 好 不行 那个还太难了 是的 智商不够 我这一辈子 最发承误的事情 总是觉得智商不够用 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 九点钟就用完了 吃一个粉的时间 用了一半的智商 对 到底是牛肉粉好呢 还是说吃排骨粉好 这个真的是一个哲学问题 对 然后我们来到第三类的医疗器械 就是刚才说 美酮也是属于第三类的医疗器械 在这一类的这个医疗器械里面呢 它如果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General Controls and Pre-Market Approval 是的 就是这个Pre-Market Approval 是什么东西呢 叫PMA 我们检查 对 就是你除了过常规的这些的 这些转入的转折以外 你必须还过一个PMA 在FDA的这个监管下 你才能够在美国去销售和生产 这个三类的医疗器械 它有多危险呢 就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那个Pacemaker 心脏的起泊器 是的 它就是一个三类的一个东西 其实你想 你不要看美瞳 好像简简单单 其实它就是一个植入物 注意啊 是植入物 而且在你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 眼睛上面 所以大家不要那个 小瞧了这样一个美瞳 小瞧了这样一个东西 OK 也有可能就瞎了 对不对 我真的特别羡慕我这种人啊 就是眼睛特别好 完全不用戴美瞳 或者眼睛眼镜 然后就不可能受到这样的伤害 OK不臭屁了 接着讲这个Pacemaker啊 他讲的是 Pace讲那节奏的意思 对不对 然后Maker呢 就是让你心脏 砰砰砰砰 起来这样一种感觉 一起来跟我读一下 OK 好久没有修英文啊 Pacemaker Pacemaker OK 接着讲 会不会观众都跑了 念到这里 OK 然后再说啊 就是在 我们又回到那个美国啊 然后在美国呢 就是在FDA的他这些文件里面 他都会告诉你 最好你 他会建议 你去那个带美瞳的时候 你要带一个叫做 Prescription 这个东西 Prescription 什么叫做Prescription 是处方的意思 是的 如果是处方药的 我在后面加上一个drug 我们叫drug是药的意思 就成了Prescription drug 处方药 哪一些药是处方药啊 比如说 其实有时候 比如说要镇定啊 像杜鲁丁那些 是不是就属于处方药 那个是非常非常严厉管制的 非常严厉 是的 好像我听说啊 就是如果 其实他成本很便宜 就是drug 其实刚才哈斯老师告诉我的 就是说 他成本可能就是 你买一只 在医院里有处方的情况下 是六块钱 但是如果到黑市上 Black Market 就成了一个 可能要三千多块钱 在一些Bad Guy的手上 他会翻很多很多费 OK 好 那么有处方药 药当然也有那些 非处方药了 叫做 Non-Prescription Drug 就是没有处方的药物 或者说 这么讲更合理一些 叫做 不需要处方药 对吧 对的 然后我们在国内 好多会更多的 比如说 如果你是做药方面 你可能知道 它叫OTC 什么叫做OTC 叫做Over the Counter Over the Counter Counter就是柜台的意思 Over呢 并不是说越过的柜台 而是说 在柜台之上 可以拿到明面上来说的 不是Under the Table 有一些 比如说黑金交易 我们就要叫Under the Table 但是在这里 Over the Counter Counter讲这个柜台 讲是那些 Drug Store 他们的柜台 就讲那些 药店啊 然后商场啊 他们这样一些柜台 你可以直接来购买的 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 美国药监局 这个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对于这个 三个级别医疗器械 这样一个定义 然后我们现在来具体看一看 美瞳到底是什么呢 对 其实美瞳呢 是一个品牌词 它是由那个强生公司发明的 大家不知道啊 大家觉得强生就是卖一些 婴儿的一些洗发水啊 什么沐浴露啊 乳润腐乳啊 这些其实强生在世界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个医疗器械的公司 会占很多大的份额 OK 那个本来啊 这个美瞳 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一轴 叫做Decorated Content Lines 就是说装饰性的 隐形眼镜 对吧 然后到这里呢 就是变成了一个美瞳 如果说只是装饰性的 隐形眼镜 大家可能 傻的 这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 而且特别长的 这个名字 可能也不适合于邻交 但是到了美瞳这里 一下子就觉得 好像是能够给人 就是情感赶上的一个需求吧 是吧 就是这种时刻 使我变得更美一些 就特别勾人 其实在好多 你随便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 可能加一副小的 这个可口可乐 对吧 可口可乐 叫做COCA COLA COCA COLA 想一想一大汗 你的时候 有人给你递上一罐 冰镇的 一定要是冰的 COCA COLA 那是多么销魂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还有一个配音 就不说了 然后还有 比如说 可能有一些 首先说吸烟油害健康啊 但这个品牌 它品牌人真的挺好 叫做万宝路 万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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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就是 金银财宝 对对对 超超大路 通罗马 就是抽了烟 反正不会死 然后这辈子还可以发财 但是你看那种黑帮老大 然后好像抽烟的伤人 牛仔啊 以前还蛮多 是这个牌子 是吧 是的 OK 我还以为是个两号研呢 OK 接着讲啊 还有 还有一个巨牛 还有巨牛巨牛 就是我们 我们思考了一下 然后它的中文 你们大家先听一下 它叫巴法利亚发动机 四造厂 五份有限公司 制造厂 制 OK 好 教尼尔老师说中文 但是OK 好吧 OK 尼尔老师 再说一次 这个名字很有XO 我觉得 好 我们来个关口 巴法利亚发动机 制造厂 五份有限公司 然后这个你提完了 可能不知道 这是什么鬼东西 OK 但是如果说一下 它的品牌名 你会特别的熟悉 叫做BMW 就是宝马 OK 好 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身边有很多 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公司呢 叫做 如乐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特别傻的一个名字 但是因为你知道 注册这个公司 有这个麻烦的一个事 都被没良心的人 注册完了 对对对 它有各种各样的规定 然后最后呢 我们选了很多名字 但是能过的 就是这样一个名字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听起来 对我们有印象 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推广宣传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是一家不错的 提供英语教学 全网全宇宙 最牛逼英语教学 这样一家公司 那么我们就给自己 按上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热血教师 热血教师 听得一听热血教师 感觉 是一帮年轻人做的 然后其实我们都是 我还是年轻人 但是有一些大叔 OK 对我95年 他97年而已 这样子 OK 好的好的 有点不好意思了 OK 好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美童啊 是一个营销手段之后呢 其实 很多人都会带它了 但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注意 对 是 是 到底应该怎么去护理呢 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 引用了FDA 就是美国药监局的几条建议 对 美国药监局啊 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感觉是 提供了很多科普的知识 就是感觉 我们的国家好爱我们 你知道这种感觉就是 对 而且写的那种文案 都特别的简单易懂 其实应该是一个 学英文还不错的 是的 是的 我们今后呢 会跟大家分享 很多许许多多的 就西方的 美国的 英国的 澳大利亚 西兰 欧洲的 一些好的内容 我觉得学英文 很重要的一点 不是我们说 今天学习 五种水果的方法 这个特别傻 或者明天说 拔妹的 八种方式 哪些词 没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 英文是能够 打开人视野 看到更大世界 提高人生活品质 最好的一种方式 改善你的生活 看到更大的世界 对的 又援引 Allen老师的话了 然后 我觉得特别重要一点 所以说我们在 希望大家能够 快乐学英文 就是嘻嘻哈哈 学英文的同事呢 给大家带来 更多的 好的生活的分享 我觉得这个也是 非常关键的一点 是我们努力 在做的一些事情 OK 安利的时间 已经到了 然后我们那个 有 要不你说一下吧 OK好 接下来呢 我希望给大家 因为戴美童的 这个朋友们 特别多 不管是男生 还是女生 一些男生 也非常的爱美 所以说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 三条如何 护理隐形眼镜的 这样一种 三条建议 好不好 这个不是我们的建议 因为我也不戴眼镜 然后Neo老师呢 也不会戴隐形眼镜 但是我觉得 是非常有用的 它来自于FDA 美国药监局的建议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Contact Lane Solutions 因为我们通常来说的 Solution叫做 解决方案 OK 解决问题的 一个Solution 那么在这里呢 Contact Lanes 就是紧性眼镜的 护理页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三条建议 具体来看一下 Replace your contact lane Storage case Every three months 就是说要把你那个 装隐形眼镜的盒子 每天三个月 要把它给替换 OK 为什么要替换呢 因为这个可能会 里面会有一些病菌 一些细菌这样子 我们看这里 OK 然后第二条 那么这有 Do not transfer content lane solutions Into smaller travel size containers 就是不要把你那个 大瓶的 那个 物理液 然后把它换成 小织装的旅行页 旅行的瓶子里面去 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很多朋友 可能就是旅行的时候啊 或者说 起到外出的时候 把一个大瓶 然后放到了一个小瓶里面 这样子其实也会造成一些污染 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这句话很土 但是确实也是事实 我应该去按护它 这个travel size containers 这个container 我们叫做 容器的意思 travel size 就是旅行装的 是吧 旅行方便 旅行鞋带的 然后 第三条建议是 Do not expose your contact lenses to any water okay tap bottled distilled lake or ocean water 你看老外 好仔细 好仔细 就是他怎么说 就是你不要把你这个影线已经暴露在 曝露在这些的水里面 有好多啊 是吧 比如说这个tap 是自来水 自来水 bottled 对 bottled是什么 瓶装水 distilled 蒸馏水 lake or ocean water 这也写上去吧 对 就还分lake ocean 我猜 可能是不是因为ocean 它觉得是盐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觉得有消毒的这种 其实是美的 对的 对的 好了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是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